新鲜的清洁感能不能生产饲料颗粒搞养殖 你好朋友我是张一 每到夏天总有些新手养殖户找我咨询这个问题 为啥呀 因为这个新鲜清洁感本身资物非常足 营养价值又丰富 价格又便宜 用来养鸡鸭和猪羊羊他们都喜欢吃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这玩意儿不能长时间储存 如果能把它揉碎以后通过颗粒机 挤压成绿色的饲料颗粒 这样能储存两三个月 很多养殖户都高兴得不得了 今天给您来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刚才我们测试的是一台多多大型号的草浆机 新鲜的清洁感 连根茎带叶子完全融出那种丝丝状的效果了 用手一捏 汁叶就爆出来了 这个含水量是非常的大 我们拿这个原料呢 直接来测试饲料颗粒机 测试清草料之前呢 我们先拿干草和玉米棒子 测试一下这台新款的300颗粒机 这个是磨盘不转亚如驱动的机型 把料仓打开以后呢 里面是两个加宽加厚的压料滚轴 做这个圆周运动 稍微长一些的草料 粗一些的草料 玉米形玉米棒子 都可以直接加用饲料颗粒 您看一下朋友 全干的玉米结杆 混合上玉米棒子 直接压实出来的饲料颗粒 要硬度有硬度 要光滑度有光滑度 而且长时间加工 这颗粒啊 温度能达到60到80度左右 半熟化的效果 用来养牛羊 积压额猪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颗粒啊 是用来养牛羊的啊 朋友们 您看一下 这才是咱们养殖户 真实想要的牛羊饲料颗粒 现在呢 我们就拿清草料啊 直接给大家来做测试 接动 您看一下朋友 这是新鲜的青草挤出来的颗粒 黏黏乎乎的 而且因为含水量太大 它这个成因效果是非常的不好 和刚才这个草料 您做一个对比 这颗粒啊 你如果想要储存的话 6到8个月 它都完全没问题 料仓里边 所以说平时咱不让咱养着 或者用这个含水量太大的原料压颗粒 就是这个样原因 颗粒成因效果不好 有些的就会直接粘在料仓里边 到时候清理也是一个麻烦事 那还有一些朋友说 张一啊 你这个纯青草料含水量太大 我知道 没办法压颗粒 如果是这个青草 加上玉米面和麦肤呢 能不能加工呢 下次呢 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测试 另外给您提个醒朋友 青草直接加工饲料 科技是做不出来的 不要相信任何厂家